問者最怕就是沒有美光燈的焦點 他最怕就是寂寞 所以他一定要刷他的存在感 最近的這個訪問非常多 而且呢 包括在記者採訪的時候 他也會都會拋出一些議題 特別就是護槓阿中部長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 阿中部長就講了 奇怪 怎麼有市長會說 內湖交通沒有救 難道這個八年都不用救嗎 而且當初也是你信誓單單說 要救起來的 我們都是受害者 我們就在內湖 阿中部長就講了 換人來救 那可是呢 這個柯文哲的部分 你看他一路走來 他是怎麼樣講 他說內湖交通 這是2016年的時候 是一個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面對他 那到了這個 過去2015年的時候 他也講說 一定要用力的解決 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有沒有用力去解決 最後在17年 也不過才兩年的時間 他說內湖交通沒救了 七年多來 台北市的交通狀況 一樣的爛 那一樣的爛 到底要怪誰 我先請教在座的來賓 如果有遇到這個狀況 請舉手 就是說在內湖 錄完影之後 回去到新市區的路上 有被塞車過的 塞過一個小時嗎 一個小時請舉手 沒有啦 沒有 我有推過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 我上禮拜 我錄完櫃牙節目 要去洗來燈 開車開了一個小時 又20分鐘 那滿久的 如果交通順暢的話 其實20分鐘30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人人都因為他沒救了 就不救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是受害者 那我請教兩位議員 文杰議員 我給大家清告 柯文哲他是這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過去說要用力解決的東西 到現在卻解決不起來 是什麼樣的問題 真節點 那個真正的問題是卡在說 我們台北市跟這個高速公路的 那個節點的問題 那這個 這個我 我不相信沒有辦法改善 然後譬如說 你可以再想辦法說 再弄出一些引道出來 然後這個高速公路的 你怎麼樣去 這個上面的流量管制 怎麼都是可以想的 想方法的 就是說我們內科 雖然是先天不良 就是16萬人擠在這邊 這個是繼承的事實 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做 那曾經有人講過說 這個要週一單雙號 禮拜一只能單號車 禮拜二雙號的車 但是人民有型的自由 這個很困難 這個在執行上很困難 沒有上班跟回家的自由 這個在執行上都很有困難 所以我覺得態度上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說 想要用一個大的工程來解決 目前確實還沒有想到一個具體的方法 但是每一個市長在內科的這個交通上面 我覺得該做的事情還是有不少的 你不能夠兩手一攤說 這個地方就死掉了 這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對在地的議員跟里長來說 那大家就兩手一攤 對當地的住民根本就無法交代 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其實還是很多的 我們好奇一個東西 因為柯文哲他回應阿中部長 他用一個台語 雖然說我台語不錯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catch到他的靈魂 我給他請教一下 煌哥你幫我看一下 他說收集問題搞清楚之後 再來選市長 不是選市長再去收集問題 這太假路了 我有點不知道假路是什麼意思 假路台語的意思 其實有點像英文的路啦 就是你這個程度不夠 程度不夠太路了 假路不是沒有能力的意思嗎 也他比沒有能力稍微不完全一樣 就是說比如說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 你說這個太路了 你程度不夠的意思 就是你程度不夠啦 柯文哲這個你從他上校門看 他應該講的是陳時中的程度不夠啦 就是說你不夠資格來跟我討論這個問題啦 意思是說市政我比你熟 柯文哲隱含是這個意思啦 但是我覺得對於內湖的交通 其實剛剛文杰已經講過了 其實我覺得我提一個不同的見解 因為其實我長期在觀察 其實內湖很多不是台北市民 基隆在瑞光路那邊 有一個很重要的客運轉應站 很多基隆的通勤族會在那邊上下車 然後很多新北市民到內科或南軟來上班 很多桃園市民也到內科或南軟來上班 所以如果說你講要解決內湖的交通 永遠只看台北市自己的話 我覺得那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區域聯合治理的概念 可是他區域聯合治理的概念 我們從民生系指線看得出來 他有方法這樣溝通嗎 他完全沒有這個能力 他完全沒有這個溝通的意願跟能力 就是說你不管是跟中央的高速公路的溝通 或者說跟新北 因為民生系指線牽涉到新北 要從系指過來 你完全就柯文哲這幾年來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他只想獨散其身 他不想跟任何的縣市有任何的瓜葛 再來第二個 他連獨散其身他都做不好 他連內湖自己的交通 就比如說我為什麼我特別講 我上禮拜五 因為從內湖到中校東路一段 我們必須走市民高架 光一個市民高架 我跟你講不誇張 從舊中路上閘道 一直到建國南路下來 平均時數大概不到20公里 你說的是上去的 我上次遇到的狀況是 光是我要上去那個閘道 舊中路就上不去了 在那個斜坡而已 20分鐘 就斜坡一段 新北人可以補充一下嗎 新北人可以補充一下嗎 我每次來這裡錄完影之後 我晚上的拖都不用跑了 想不回去 對啊 因為我回去的時候 都已經幾點了 這個晚上的拖真的都沒有救了 我自己是內湖選區 都會塞在這裡沒辦法 對 所以我剛剛要講的 其實說到底怎麼改 還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能理解 短短的兩個 一個 作為一個醫生 你怎麼會把沒救 放在你的腦慧與詞當中呢 你怎麼會隨便宣派人家沒救 這是你作為一個醫生的態度嗎 第二 黃珊珊不是就是內湖選區 內湖啊 20年 她不是就是內湖選區的嗎 那她現在判定內湖交通沒救死了 那她怎麼培養她的黃珊珊呢 黃珊珊出的新書 貴真的是從頭看到尾 我發現她有特別講說 我是律師性格 所以特別的謹言盛行 來 鄭浩 她的謹言盛行之下 她說了什麼 她說台北老了 台北老了醜了 難道柯文哲沒有責任嗎 她說台北經過長期的發展 如今老了 也醜了 因此20年之內都市更新要完成 那她也講說未來 對於這個淡水河一帶的相關的規劃 可是這8年的市長沒有責任嗎 他講的這一些感覺在吐槽自己的老闆 不是我覺得黃珊珊不可以一直跟 柯文哲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 然後一個扮紅臉 然後一個扮白臉 紅臉什麼扮兩院論壇嘛 對不對 扮兩院論壇 然後你跟中國沒來演去的 然後你出來說是墨綠 那你自己說墨綠 柯文哲自己說墨綠 他不嘔吐 那我來吐沒關係 可是黃珊珊你不可以說 哎呀 因為我是副市長 那這個職權跟我沒關係 是另外一個副市長 所以我沒有去 我要講喔 很多事情黃珊珊都要表態喔 你是候選人喔 而且你是未來台北市市長的可能人選喔 那第一件事情嘛 台北又老又窮嘛 對不對 照他講法對不對 那到底是誰要負責 你譴不譴責現在市長柯文哲 你要不要叫現在市長柯文哲道歉 為又老又窮道歉 沒有做都市更新道歉 這是第一件事情嘛 你不可能一邊吸柯粉的票 然後一邊呢 吸普通台北市民說 對 台北市真的是又老又窮 你忘了你是副市長嗎 這最簡單 最基本道理嘛 第二件事情 你不可能一邊讓柯文哲去吸統派的票 一邊你偽裝得好像很中立 說雙城論壇我不參加 那一樣嘛 你要回答 你當上台北市市長後 雙城論壇要不要停辦 你身為一個市長候選人 你應該要對於這個市長有態度的嘛 所以對黃珊珊而言 他確實 我認為態度很清楚 黃珊珊的發言人跟側翼是柯文哲 然後呢 所有事情都是柯文哲來做 那柯文哲是黃珊珊的打手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黃珊珊就算掛五黨籍 也是柯文哲在挺的 他就算掛五黨籍 他去掃市長的時候 然後旁邊請的是民眾黨的小雞 不是找國民黨 不是找民進黨 也不是找其他的新黨 但他找的是民眾黨的黨雞 所以他就等於柯文哲 就是你去做這個切割是沒有用的 柯文哲對你做的事情 所有都要蓋瓜承受 我們剛剛棒球講那麼多 完全認同鼠位講的話 誰都可以罵林志堅 柯文哲沒有資格罵林志堅嘛 你的棒球場趕到最後變購物購物 不錯啦 我們搞半天 我們大巨蛋 柯文哲說棒球是最無聊的 他說只要看結果就好 對嘛 看結果就有一種人 那種叫賭棍 賭徒嘛 賭徒看結果嘛 我們是看過程好不好 我跟你講賭徒都會盤中下注 賭徒也會把整個整個看完 賭棍球或走地 我是叫太太內涵 我先講 不是 你大巨蛋跟他就變購物購物 然後變百貨公司 你跟我講說台北市比較厲害 你把拜託 人家再怎麼樣 也是打棒球 打棒球打到最後 邊打邊修 邊做邊修 最後台灣會有個好球場嘛 但你變賭皮包就沒救了啊 你在裡面可以幹嘛 投籃機是不是 就投籃機 就這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有些事喔 可以可受公平 但那個人就叫柯文哲 是沒有資格參與公平的嘛 台北真的 我一直希望可以在台北市區內 就看到棒球以及加油隊 我不用特別跑去天目嘛對不對 我不用特別跑去雲林等等的啊 那大家大巨蛋歧視很多台北 就是小孩 那時候就告訴我們東京有巨蛋 台北也要有巨蛋 很多對於台北小孩 或說我們在北部活動 就是希望有就這邊賭平店 台北缺賭平店嗎 西域區超多的 對啊 西医區缺Shopping Mall嗎 但是在西医區 大巨蛋還是打不了棒球 對啊 都沒有嘛 不是 還是沒有辦法打 對啊 太多了啦 租金太多了 你那個棒球場一整年啦 我跟你講 總冠軍打一場啦 頂多我告訴你 到最後 你在東京巨蛋一年只打140天 可以多功能用途都沒有關係 但是他打棒球的機率很低 你要演唱會什麼 或是說真的有一天我們辦經典賽 我們還是有個拿 希望啦 希望有一個 就是不要變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你跟我想再怎麼樣都沒有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這樣 有錯就認 有錯就敢 可是柯吻哲你真的跟你沒關係 少沾邊